今天要说的书名叫《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 一提到哲学呀,很多人就很头疼 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哲学家在门口遇到保安 保安问他,你是谁,你从哪来,你到哪去 结果呢,哲学家被问傻了 这三个问题都是哲学最终极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啊 大部分人觉得,哲学家整天思考的都是一些悬而又悬的问题 而且呢,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正常的说话 你看那些哲学著作,他们经常一口气三四十个字啊 还不带标点符号,是他们故意要那么说,故意让你听不懂吗 那你就真冤枉哲学家了 哲学之所以难懂,常常是因为这类话题特别不容易翻译成大白话 其实哲学并不难懂,还很有意思 并且哲学呢,也不是好高骛远 它是用来解释人生困惑的,学点哲学对你有好处 它能帮你获得幸福和自由 今天跟你聊的这本《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真真是一本 一看就能懂的哲学小书 这本书用人们听得懂的话,介绍了一个充满趣味的哲学世界 让人一读就停不下来,我赶紧把它推荐给你们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他叫小川仁志 是东亚地区最热门的哲学达人 你可能要问,哲学这么高冷,也有热门达人吗? 这就是小川的魅力 日本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台叫做《朝日放送》 小川呢,就是他的新闻评论人 比较起来就这么说吧 小川就像百家讲坛里当红的讲师 他现在有多红呢,看看出版市场就知道了 每一次小川出版哲学新书 很快就会有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四个版本面试 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位上得了电视,下得了书房的小川 其实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哲学家 他大学读的是法律系 毕业后在民谷乌市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才读了文化人类学博士 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欧美政治哲学 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一本畅销书名叫 市政府的小川如何成为哲学家 其实啊,正因为他是半路出家 所以他才更明白我们普通人需要哪些哲学知识 小川的哲学课呢,就是讲给迷茫困惑的大学生 上班族,还有家庭主妇的 这本《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里 又有啥内容呢? 小川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他邀请了西方哲学史上最有名的15位哲学大师 穿越到现代,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苦恼 每位大师都给我们带来一部代表作 透过这些大师们的大师级作品 我们可以参悟,生活中的不顺心 在哲学家眼里都是怎么去看待,怎么去解决的 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小川教授向哲学大师请教请教 我们不妨请出两位大师 亚里士多德和萨特一起聊聊 幸福和婚姻这俩话题 首先呢,让我们从西方哲学的源头开始 听亚里士多德谈谈,幸福是什么 说起亚里士多德呢,他的名气可是大得很啊 可以说他是希腊哲学集大成的人 他的行而上学奠定了西方思想理论 以前我们觉得哲学既枯燥又难懂 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却很亲切 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有人说尼格马可是亚里多德的儿子 那么有可能这就是一本父亲写给儿子 教他获得幸福的人生指南 我们今天为啥要给你介绍这本著作呢 因为这本书中透露出的哲学思想 跟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感直接相关 大家可不要小瞧这本书 它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伦理学经典 可以说它奠定了欧美社会价值观的基础 说起幸福人们通常认为 幸福在于快乐、荣誉或者财富、名声等等 但是呢,亚里士多德怎么认为呢 他说这都不是幸福 单单拥有其中一项或者几项 比如过得开心有钱还称不上幸福 因为人生是一个整体 生活中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组合起来 才构成完整的幸福 还有人认为幸福不就是快乐吗 比如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小确幸 网络上对他的解释呢大概是这样的 小确幸这个词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意思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 它是生活中小小的快乐 是生活中一个美好的瞬间 带给我们简单的满足与快乐 亚里士多德说 这一时的快乐不是最终的幸福 生活里面有很多种快乐 既有小确幸也有大欢喜 那到底啥是幸福呢 亚里士多德说 拥有美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美德带来的快乐 要比其他快乐更有价值 听到这儿你一定会说得了吧 幸福怎么跟美德挂上钩了呢 听这口气又要灌我一碗心灵鸡汤吧 那我要先声明真的不是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他认定人类身上闪耀着神性 你看哲学只要稍稍多迈出一步 就会走向神学 但是从神学退坏了一步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神性 其实也就是崇高而又优美的人性 如果我们承认人性的善和美 就应该接受比单纯享乐更高的人生追求 这本尼格马可伦理学 是以道德为基础谈论人生 像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善 什么是德行等等 亚里士多德希望我们追求较高的人生境界 过一种合理的有意义的生活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西方哲学一直很重视人 包括人对自己行为命运的掌控 用哲学的话来讲就是人类的主体性 主体性这个词接触过哲学领域的人可能听过 咱们理解 人类有追求幸福的天性 我们做出任何行动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获得幸福 显然一见 没有哪个人会说 我生活的目标是追求痛苦或者悔恨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为啥我们常常感到没法获得幸福呢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的行为经常违背我们追求幸福的意愿 不相信吗 你看啊 有时候 我们会被强大的外力强迫 做出违心的举动 比如 一艘商船遇到了狂风巨浪 船主不得不抛弃货物 减轻重量 在这个场景里 抛弃货物的可不符合船长的利益啊 是被迫的 他没办法 还有一些时候 虽然没有外力逼迫 但是我们自己的无知也会办错事 比如 有谁不小心吃了毒蘑菇 就是因为他分辨不出哪些是毒蘑菇 跟无知相比 更普遍 也更可悲的情况是明知而故犯 比如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可是戒烟却很困难 有人开玩笑说戒烟是最简单的事了 我这个礼拜就戒了好几回 亚里士多德认为明知故犯实际上就是无知 因为当一个人意志薄弱被欲望迷惑时 他就已经丢弃了自己的知识 这样的举动会让我们感到悔恨 也让我们失去幸福 对付人类的无知 亚里士多德说 我们应该用理性来驯服欲望 也就是做选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人和禽兽的差别在于理性 人有理性可以思考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所以人应该依靠理性来行动 意志薄弱的人 让来自肉体的欲望压倒了来自灵魂的理性 就会做错事 亚里士多德说 拥有自制力的人会根据选择行动 不会根据欲望行动 这跟我们刚刚讲的美德有啥关系呢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 他说 美德就是一种选择的习惯 这样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说拥有美德就拥有了幸福了吧 所以亚里士多德把幸福交到我们自己手中 认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为 决定了我们的幸福 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记住的第一条道理 幸福不是空想出来的 而是正确行动带来的 幸福要靠你自己去争取 还有哪位朋友在抱怨条件艰苦命运不幸吗 亚里士多德告诉你 就算一开始运气不好 处境艰难 一个人也能依靠理性的力量 选择正确的行为 开创人生的新局面 既然幸福来自美德 也就是你的选择和行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有意思的很 亚里士多德对美德的看法 近似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中庸 讲究过犹不及 他说恐惧自信欲望愤怒和怜悯 这些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情感 过于强烈 过于不足 这两种情况都不好 那什么才好呢 简单说就是处处讲究适当两个字 在适当的时候 对适当的事物或人 基于适当的动机 采取适当的方法 感受上述愉悦或不快的情感 就是中庸 同时也是至善 也称为德行 这个道理咱们中国的诸锡称为 勿来而顺应 不过呀 究竟怎样才能判断适当或者不适当呢 这就要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你做出的选择 一定要依据客观具体的现实 亚里士多德讲过一个故事 说呀 他老师柏拉图有一次派他去买面包 他就空着手回来 因为面包师傅那里没有一种抽象概念的面包 只有具体的方面包 原面包 酸面包 甜面包 而他不知道该选哪一种 故事的背后 隐藏着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分歧 柏拉图认为抽象的理念是真实的存在 而亚里士多德却强调 一定要对客观世界做具体的把握 你看 只有在现场的人才知道 面包是方 是圆 是酸 是甜 也就是说 只有了解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掌握了最全面的一手信息之后 才能进一步做出选择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 每个人都想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是呢 只有切合实际的愿望 才是理性的选择 不切合实际的愿望 就只能是愿望而已 啥叫切合实际呢 比如我想成为上帝 这当然就不算切合实际 大概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这样期望吧 我想成为老板 这就是可能实现的符合现实 所以呢 你只能选择成为老板 不可能选择成为上帝 说到这儿 有人会想 这不就是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达成的 就算是切合实际吗 其实没错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成为人大代表 是不是一种选择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 必须由他人决定的行为 不是我们说的理性选择 你看 人大代表是投票选举出来的 由选民决定 不由我自己决定 所以呢 切合实际 并且由自己的努力决定 是否能实现的愿望 才是正确的理性选择 好了 上面介绍了亚里士多德 对于确信的看法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亚里士多德认为 拥有美德的人生是幸福的 美德是一种选择的习惯 他的建议就是 你要通过你的理性 建立切合实际的愿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它 同时克制低等的欲望 让这种理性的选择成为你的习惯 这样你就会越来越靠近